哈喽大家好我是波尔文 今天去市场上一个做大意茶的朋友 送了我几罐这个大意初的纯茶饮料 据说这个也是首款纯茶饮料 跟市场上卖的那种冰红茶饮料不一样 这个饮料我也没有喝过 所以我今天特意拿回来试一下 像这种饮料一贯的价格是八块钱 这款一元素是大意今年初的贺岁版的 它的这个版面跟大意初的牛年生肖纪念饼的版面是一样的 我不知道它这两款口味是不是一样的 等会儿喝一下 它这款饮料说的是零蔗糖 它这个配料是水 来试一下这个传说中的大意一元素纯茶饮料 这个闻起来没什么茶香也没有什么异味 喝起来就是甜甜的 然后又是有一点点熟茶的那种味道 简单点来说就像是熟茶加糖 我感觉这种汤汤加了糖的口感 这种汤做的那样我感觉有点像巴兰根 做的巴兰根 好不好吃 为什么博尔茶喝熟谱它不香吗 为什么一定要加个糖吗 熟谱本来它就不苦 为什么还要给它加糖 再来试一下这个黄色罐子的立开天地 这两个是一样的 这个喝多两口就感觉到很腻 喜欢喝普洱茶的可能就不会特别喜欢喝这种味道了 这么多年没有人用普洱茶做饮料 看来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大义它也算是开创了一个新盒 这个一元素饮料喝了有点腻 还是喝泡茶吧 这个是锡控古树茶 锡控的茶香气也是非常的高扬 这个还是散茶存放的茶样 这个是2018年的茶样 这个锡控可能很多人没有喝过 甚至是连这个名字也没有听过 锡控它是属于乙邦茶区的一个寨子茶山 现在锡控老寨上面是没有人居住了 只有一些零散的古树茶 但是锡控的古树茶量是非常少的 可能年产的古树茶只有100多公斤 现在锡控的寨子是在象明香 往乙邦茶山的三角下 锡控茶因为它的海拔不是特别高 所以这个茶刚入口的苦涩味会稍微明显 但是它最大的特点是茶汤非常的细腻 汤水也是比较甜柔 回甘生煎的话会比较慢一些 锡控茶的喉韵也是比较甘润 这几年锡控茶也是受到一小部分人的追捧 好了那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点点关注点个赞评论一下 谢谢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